網路上流傳著一張美國幫寵物施打新冠疫苗的照片被網友轉發討論 不過這已經被Michael Pan網站標示為假訊息 一手大學大宗傳播學系副教授表示 有人會利用敏感議題增加關注或製造對立 呼籲民眾不要因為假訊息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這種現象其實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訊息會導致說 好像第一個在美國這種大國 他擁有很多資源和有很多疫苗的情況之下 那疫苗因為有有效期間的關係 所以有些怕過期他就會給一些寵物去施打 可是事實上這樣的訊息就會讓我們 現在正缺疫苗的整個環節當中會產生一種 好像我們連這種狗都不如的這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是非常要不得的 為什麼因為利用這種疫苗之爭 跟這樣的一個衝突呢 然後好像製造了一些這種假訊息 導致一些可能紛亂或者是大家對於這種仇恨心又更加加重 那這樣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教授表示現在網路已經有多個訊息查證網站 有些也和通訊軟體合作方便民眾查證 也呼籲大家看到無法分辨真假的訊息時 先不要分享冷靜思考並查證才能有效杜絕假訊息的傳播 那一般民眾其實看了這方面的訊息以後 會發覺這樣的訊息是特別新奇 而且特別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而且又想要馬上把這樣的訊息分送給親朋好友 那導致這樣的訊息這種錯亂的訊息 很快速的去發展去傳播出去 那所以我們針對這個訊息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可能查核的動作 那網路上現在有很多查核的機制 比如說現在大家經常用的這個LINE的通訊軟體 那事實上它都會跟幾家這種相關的查核機構做合作 那只要大家看到一些訊息 那就可以去做這方面的這個查核 那這樣的查核動作也了解這樣的訊息是真是假 網路世代資訊量大 大多數人看到訊息都會抱持樂於分享的心態轉發 往往忽略掉訊息的真實性 假消息的傳播速度快 只有培養好媒體試讀 才能防假消息與未然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